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法国2比1战胜英格兰 赛后马奎尔极度不满裁判的判罚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真的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 他错误的判罚数量真的太多了 真的太差劲了 我为我们英格兰球员感到骄傲 我们在比赛中付出了一切 我们完全相信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比赛 我们在更衣室内有着很大的信心 我们会赢下比赛 这并不是傲慢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输了 裁判真的太糟糕了 赛后曼联民宿内维尔直接抨击了英格兰对战法国的执法裁判 他表示 我认为他绝对做了一个噩梦 他就是裁判界的一个笑话 裁判并不是导致英格兰失败的原因 但是这个裁判就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裁判 他的排名很靠后 而在本届世界杯中 裁判的判罚尺度以及专业性让人极为诟病 其中包括乌拉圭对战加纳的比赛中 点球的问题 葡萄牙对战乌拉圭的点球问题 葡萄牙对战摩洛哥的比赛中 5名阿根廷裁判进行执法的问题 荷兰对战阿根廷的比赛中 裁判更是给出了惊人的17张黄牌 而且在本届世界杯中裁判的问题 还不止这几场